过去趴着 远景冲进住家内压制男子上铐 就怕他继续失控 因为不久前他涉嫌持刀 伤害自己的妈妈和姐姐 根据了解21号凌晨3点多 动手的20岁弟弟 近期经常和家人发生冲突吵架 这回因为姐姐和妈妈不喜欢他的女朋友 劝他要赶快分手 双方因此爆发争执 引起弟弟不满 他一气之下就拿家中的水果刀 朝两人攻击 造成妈妈腹部刀伤 姐姐背部传刺伤 当下爸爸去外面买宵夜 回家看到两人受伤 吓坏了赶快报警 弟弟也被依照杀人未遂罪来移送侦办 东森新闻 丁英文在新北市报道